來一場雪酒就走的旅行 這次去的地方是韓國的濟州島 香港快運航空和國泰航空 也有提供香港直飛濟州島的機票 只需要三小時便到達 這次我們會自駕遊濟州島 旅程的第一站就是濟州東門市場 最好是第一天過來 補給旅程的物資 例如水果 東門市場其實就好像一個大型的街市 這裡都有些紀念品買的 在濟州四處都會見到吉仔 四處都橙色 之後又會見到這個濟州爺爺 好漂亮啊 好多吉仔帽 但我怕我以後都不會再用 還有很多頭巾 這些吉仔蠟燭很香 不點著就這樣放在這裡 已經很香了 還有這些放車的吉仔香薰 還有吉仔味的香薰油 我們要帶出血了 那些香薰就在這間店店買的了 老闆娘是韓國人 但是連會說廣東話的 好厲害啊 濟州必買的水果 吉仔 第一天就要買定了 我們太肚餓了 但是東門市場很多餐廳 或者小食店都還沒開 所以我們隨便進了一間 好搞笑的 跟這裡的人溝通 他有他說韓文 我們有我們說廣東話 但是又溝通到 哇 好滾啊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自己點了些什麼 這兩碗我懷疑是牛頭肉 即是 可能是牛舌 牛的麵豬燈 肥肥的 煙煙韌韌的 有點彈力 感覺怪怪的 牛肉吃得多啊 牛頭肉也是第一次吃 酥一點 什麼都試一下 好像有點膠質 可能吃牛頭很有營養 剛才試吃了這個 金桔朱古力乾 挺好吃的 喂 你掉了 怎麼搞的 我們掃了很多盒 哈哈 哈哈 好玩的 吉仔汁也是必試的 我們找了這間 100%吉仔汁 剛才試喝了 超濃郁 好好味 這東西結到 好像芒果汁一樣 現在我們感覺到 充滿維他命C 我們現在要去一間 海邊的餐廳 這間餐廳很特別的 它有光影頭射的 哇 我們向著海邊進發 我們向著海邊進發 哇 吉仔雪糕除了好看 也蠻好吃的 外面好像有些蛋糕皮 裡面就是吉仔冰沙 最外面就是巧克力 對 想不到這個感覺 挺好吃的 哇 你黑了 如果想浪可以深色一點 最好來拍攝的時間 應該是日落左右 我們太早了 所以拍不到 好像網上那麼漂亮的照片 下一站我們會去到萬象佛 萬象佛 萬象佛是全亞洲最長的熔岩窟 總長約有7.4km 不過目前只開放了1km 來回報行大概需要1小時的時間 景點通常都有自己的免費停車場 有中文的 成人每個人4千瓦 好黑 好黑 會不會有蝙蝠呢 這裡 哇 有水滴下來 有獵食者 哈哈 哈哈 這個滴水的情況嚴重度 是要下雨傘的 當你看到熔岩石柱 就代表你已經走到終點 可以走回頭了 完成了 吸氣了 消化了頭髮的甜品 我們可以準備吃午餐了 這一段路好美 我們現在去這個攝地可知 哇 有馬 哇 攝地可知這邊超級美 看著大海洋 我們首先會去一間叫mint cafe 吃了午餐 這裡真的很美 叫做攝地可知 我會把我介紹過的地方 放在這個影片的描述 那裡 大家可以看回 我可以說 你們今天要來看 是 你會想說 什麼吃完 這裡 是 樓上的餐廳漂亮很多 不過我們很晚才來到 4點來到 放開隔離 這個包也很好吃 包皮也煎得很脆 裡面有些瓜很好吃 脆辣雞腿是剛剛煎起的 很脆 還有這個提子味的乳酪 很好喝